Hello大家好,我是来自澳大利亚的乙王 今天非常有幸邀请到资深的移民顾问 Joanna 特意从Brisbane赶过来 我们录的这个视频 那我的观众朋友呢 很多人对移民这方面呢 就是有很多很多好奇的问题 那我也一直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人 今天终于约到了Joanna 希望今天呢可以解答很多观众朋友心中的疑问 首先呢先交给Joanna做一下自我介绍 Hi大家好 我非常有幸的参加event的这个采访 我是来自Brisbane的Joanna 然后呢我是澳洲注册的移民顾问 我有非常丰富的经验 在对于投资移民创业签证 还有这个技术移民非常有丰富的经验 就是你主要的是技术移民方面 很多这种的案例是吧 做过很多这样的案例是吧 对对对我做很多案例 我也帮助非常多的人 获得澳洲的永久居留 那么我的主要的这个 主要的专业呢都是技术方面 所以任何大部分你们所从事的专业的我还是都明白的 而且你是曾经就是专门培训这个移民顾问的讲师 是我给非常多的注册移民做过这个培训 然后告诉他们关于案件的一些事情 还有比较复杂的 所以今天请到的是老师级 老师级 好那就是你自己也有这个移民顾问公司是吧 对对对 我的公司叫Ugram Migration 然后大家可以在下面的信息里找到我的 我将会把他的那个网站公司名都放在下方 而且他自己本身也有一个YouTube频道 我会把他的链接放在视频下方大家可以点进去 里面有很多关于移民这方面的资讯 可以从那边更详细的或者是更针对性的找到资料 好那我们今天就简单的来问一下 移民澳洲就很多一些知识 我就属于外行了 所以今天就要详细的问一下找艾娜了 那我们第一个先问的是 很多观众 很多观众朋友对移民很多问题 您能大概讲一下有几大类别对于移民澳洲 好的 其实澳洲的移民签证是有99类是非常多的 但是如果区分的话可以分三大类的这样方面的一个签证 第一大类就是技术方面的 就是靠自己本事 看自己工作经验来获得澳洲的居留 第二个就是家庭类的团聚 比如说结婚啊 父母啊 儿女啊 这种方式 第三种的话就是寻找庇护的这种方式 有三大类别的这种澳洲的永居的通道 屁股就是难民那种 对难民的那种 最近呢可以说我们 我身边很多学生了 学生比较多 然后他们呢就 很多人就跟我说 现在移民是越来越难 然后要求的东西越来越高 那是一个什么情况呢 那么这个其实澳洲的移民并不是越来越难的 而是澳洲政府的趋向现在不同了 那么独立技术移民不再是他们关注的这个 也就是说独立技术移民的这个 这个门是会越来越关紧的 那什么是独立技术移民 独立技术移民的意思就是 你读了一个专业 然后你有一定的工作经验 那么根据你打分的数字 来显示出你是不是澳洲最需要的人才 然后这种获得最高分数的人 会获得澳洲的永久居留 也就是说现在其实在澳洲 读书的那些学生 大部分靠的是独立技术移民 对 然后拿TR是不是 独立技术移民有两类 一个是普通的这种独立技术 比如州政府担保你的 第二种是偏远的 如果是州政府直接担保你的 这种呢就是PR 陆居的 OK 如果是偏远的那就是TR 就是民事居留 就是说你所谓这个偏远 就是说这个如果是偏远地区 可以对这个独立技术移民 比较容易一点 是不是 没错 因为它给它加分 那就是除了偏远之后 还有什么别的条件 可以让这个事情加分吗 这个如果是独立技术移民这项 加分呢 比如说就很简单 按年龄 那么按它的工作经验 还有学历 还有自己的这个英语的成绩 比如说如果你考 雅思七分没项的话 你就可以加十分 OK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很多学生 就说非常非常难 那如果 那我们先讲关于学生方面 如果是你的话 你觉得对于学生 对于这个独立技术移民 你可以给一些什么样建议 比方说什么样的职业 或者是报考什么样的科目 对将来移民的这个容易度 或者难度 或者不容易度或者是 获得这个澳洲的永居 对对的 这更容易获得澳洲的永居 对哪一方面 我觉得最重要一个建议呢 我会给很多的学生来 就是你千万不要读一个专业 是非常多人在读 非常多的华人 或者印度人在读的这个专业 你千万不能读 因为澳洲的移民政策 是根据有多少人来申请来决定的 也就是说越多的人 它的市场越多的人 需求越 也就是说它的需求会变小 那么你可以入籍 或者成为澳洲永久居留的 公民的这样子的 这个难度就越来越高 所以我举个例子 以前是会计是非常紧缺的 本身是非常紧缺的 所以他一直给它发 可是后来发现一件事情 所有人都去读会计 满大街都是会计 现在满大街都是会计 然后他现在分数有多高 90分 哇 90分相当高了 对非常高 有的人真的可以开雅思九分满分 哇塞 这是很难很难的 非常难 这里要拿到九分 是要政府要颁奖的 要颁奖 对对 很难拿到 因为是满分 对对对对 那就是那你能具体的讲一下 什么职业或者什么科目 就是你脑子里边认为一些 比较冷门的科目 有什么可以给大家建议一下 那么其实冷门的科目 很少人读的 一个就是 一个是art 就是说 艺术 艺术方面的 艺术会移民 艺术会移民 然后第二个方向呢 就是科技方面 science或者IT engineering这个方向 就是stem这个方向 比如说engineering 比如说IT IT方面最容易拿的是 security那个方面 就是说 对现在对于这个 网络的安全 这个是非常非常容易的 所以说 要看你读的这个专业 是不是看起来很容易进去 但是移民却很难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你就不要 不要去选这样的专业 OKOK 那同样的在澳洲 我们还有个说法 就是澳洲的蓝领 要比白领好 没错 那是不是就是 他们可以选择做蓝领 完全可以 完全可以 也可以移民吗 是的也可以 而且蓝领的移民的 这个积分的话 非常的低 我们的客户呢 从很多都是南非这样过来的 他们都是65分 可以获得邀请的 哦 这个65分怎么就是 包括雅思分数 是的 你的专业 工作经历 工作经历 哦 因为我不懂 所以我又在这里问清楚 对 可能学生已经知道 对 他们已经赶紧算一下 就自己获得多少分数 对对对 哦 OK 就是那 就是 这是蓝领的 是已经拥有了 如果在这边读蓝领的 绩效什么呢 可以吗 可以 这边绩效 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是目前的话呢 之前的这个 这个移民法是 你读完毕业之后 你只有一年半的时间 蓝领只有一年半的时间 可以找工作 那么它这个时间是不够的 因为呢 雇主担保的签证 或者说类似 它需要至少有两年的这个工作经验 哦 OK 还有一些蓝领的话 它需要一年的实习期 嗯 也就是说你只有半年的时间 那么你是在继分上面拿不到分数的 哦 就是最好的是 就是你在 在比方说你在国内已经有了这方面的这个技能 或者是经验了 是 申请独立技术移民就OK 但是在这边读的话 可能时间就不够 那么这边 这个是过去这个是不够的 是很多人是没有考虑这个蓝领的方向 但是现在 就是11月份开始 我们又有新的政策 就说485之后 它会有延期 它有延期的时间 原来只有一年半 现在可以再给你多一年的时间 哦 那就完全 完全足够 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应该推荐很多人 如果你比如说你觉得蓝领是很糟糕 其实不是 我们非常多的客户 其实都是通过蓝领的这个方向 哦 来获得移民的 哦 因为因为我只知道 在蓝领在澳洲 确实挣钱是很很很可观的啊 很可观 是的 然后可能我们唐人的这个想法 可能不一定接受蓝领 但是他如果在这方面 又可以学到技术 又一个技能 又可以移民的话 那绝对是完美 真的是完美 而且你又说 现在如果可以延期的话 这个可能很多小朋友 就是同学可能不知道 如果现在是可以延期的话 那可以说条件都具备了 就很容易 那如果学生找你 你会办理这些 就是你也会帮他们 办理这方面的 呃 呃 visa吗 对对对 我们啊 我们也有自己的学生中介 来联系学校 看你个人情况 然后跟你 配备一定的这个学校 然后阅读 毕业之后的话呢 比如说实习啊 什么的 然后我们会给 最重要是我们给一个策略 而不是告诉你 不是直接帮你做什么 而是说 您自己的这个条件是什么呀 给一个策略 嗯嗯 长期的这个一个方向 就是你的工作 你的公司是什么visa都做的 是不是 对 我们我们是主要的签证 就还是focus在 啊 skill的方面 就是技术 技术啊 对啊 其实我觉得这个对学生 其实方面还是蛮有帮助的 而且对于这些年轻人 不能说学生 是年轻人 对 毕业以后年轻人 好 那如果讲起这个独立技术移民 可以说也相当难的啊 虽然也有简单 但是都是一个实践过程当中 那最近听你说 现在澳洲又出现了一个新的visa 比较容易一点 或者这是很特别的 非常特别 对 今天呢 主要就是来听这个特别的东西 别的地方还没有呢 听学生专业那说 大家都不要走啊 非常特别 因为你们可能在别的地方 没有听说过 这个是非常非常新的 那么这个签证的话呢 是去年刚刚推出来的 那么它本身的是在南澳的一种签证 也就是说只有南澳可以发这个签证 那么它本身的签证是四年 它的签证的名字是 408的这个签证 408 408这个签证 它很新的原因是 它有 它本身是一个短期的408的 这个四年的签证 但是呢 今年11月份的时候 会有一个它的 它的就是姐妹篇 它有一个永居的通道 这个今年11月份要推出来 就是还没出 但是他们已经在 市行一年了 对对对 在这个进行当中 对对对 那你能不能详细的讲一下 就是这个Visa 它需要的条件 或者是适合的人群 是什么样子 它是非常适合 年龄在45周岁以下 你曾经创业过 或者正在创业的 然后你创业的内容呢 或者项目是比较有 有这个科技含链的这样子 然后你英文程度呢 还OK的 就基础还不错的 这一内容群 那这个对英文要求 有多少分呢 雅思 它雅思的要求就是五分 五分 五分我觉得还可以 一半人还可以 对对对 你这个说要创业过 或者正要创业 那这个是一个很抽象的 用什么资料可以证明 我现在正在创业呢 其实它这个资料证明的过程 这就是为什么 这个签证呢 是比别的签证不一样 就是任何别的签证 你会发现 它需要你证明 对吧 你单位要写信 你自己要有这个工资单 但这个签证 本身可以操作的点 就是在这里 就是我可以给你们做的 也就是在这一点 对 这个也是Joanna公司 一个特别的点 因为目前为止呢 还没有人在设计 这个领域 做这个 因为它不单单 它是帮你去做这个Visa 而是它是帮你一起规划 没错 完成这个项目的规划 对对对对 就是你不用怕 我自己读 孤军作战 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他们会完全的在支持你 去帮你去 一起进行这个program 是吧 对对 我们是在 我不但是做这个签证本身 这个就是我们按照 法律这个要求 帮你申请这个签证 我还参与你们这个 项目的策划 也就是说 我能确定的知道 你的这个项目 有没有通过 有没有可能通过这个 孵化机构的这个背书 嗯嗯嗯 哦 什么叫背书 背书就是什么意思 也就是这个签证 最有意思 第一的一个环节 它的环节就是 你这个项目 你这个创业的点子 需要得到一个 孵化机构的一个认可 然后这个孵化机构说 哦 你的这个点子非常棒 我支持你 嗯嗯嗯 这个是最难的 也是最有意思的 也就是我会在 这一环节里面 跟大家来一起完成 这个整个的背书的过程 OKOK 那我现在就是 以我一个外人的理解 例来讲 这就是 呃 就说 如果你想要申请 这个签证 就是说 你得有一个 很新颖的 创造的idea 是的 想法 然后你帮他做的 就是这个 一起和他一起去想 这个构思 是的 完全正确 然后这个构思 如果到了这个 卵化公司 经过同意 呃 就是pass了 过关了 那你就等于 可以拿到 这个四年的签证 是的 没错 那之后 他再怎么去申请 这个那属于 这个属于TR 是属于什么 这个本身 是TR这个过程 TR OK 然后就说 你所说的 那个11月份 刚出来的就是 呃 是可以申请PR 但是 那个的 需要的是什么 这个因为他 具体的条款 还没有出来 我们目前知道 获得移民局的 这个最新消息是 这个签证 今年从11月份 开始到明年 6月30号 会一共发出 5000个永居的 这个名额 那么也就说 这个名额 会比其他签证 容易的多 原因是因为 这么短时间内 要把这个签证都发完 我觉得还是很忙 哦对 因为因为 而且在澳洲是这样 你刚刚新出的签证 都是比较容易一点 因为他们刚开始实行 所以没有那么严格 没错 没错 那就是说 这5000个是你所说的 这个11月份 要出来的这个 没错 是的 那我也记得 刚才你跟我 我们交流的时候 他跟我说过 说11月份的那个 和这个 软化这个机构 这个背书这个签证的 区别在于 那个只是多一个 需要经验 没错 是的 创业经验 也就是说你现在 这个4年的这个签证 足够可以有 足够的经验 没错 去来申请那个PR 这个是非常非常关键的点 因为这个呢 我还得搞了 研究了半天 因为我自己都没搞懂 然后我说 我说我没搞懂 怎么这样 观众朋友明白呢 所以说刚才 我不知道大家能听懂 这个意思就是说 这4年签证TR 先拿到手之后呢 然后这4年当中 用你的新颖的idea 如果你创业 这个经验 有了这个经验了 非常正确 再加上你之前的 所有的这些条件 资料总和之后 你就可以申请 那个11月份 没错 一年五千个名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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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绝对是一个 非常快捷的入口啊 这绝对是新的东西 真的是 而且现在刚开始 肯定是非常容易 原因是 它没有那么多漏洞 然后还有是 它发现不了 那么多漏洞 第二个就是说 还不够完善 还不够完善 还不想清楚 怎么应付你们 然后呢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市场还没有觉醒 还不知道要怎么做 在这个过程当中 就是会有发现一个问题 申请的人 比他要发的一个签证 要少得多 所以说他可能 只收到一千个申请 对对 那百分之百入 百分之百 给你了 那真的是 这个绝对是一个好主意 好主意 那但是 那我们就在这里 再详细化一点了 好 就说你刚才说的 这个暖化机构啊什么 那就是 第一要英文够五分 然后还有 这个想要创业的 这个条件 还有一点 我记得刚才你跟我提过 是一定要有 这个IT背景的 是一定要有吗 不一定要有IT背景 就是你的项目 要有 闪光点 吸引力 闪光点 而且你应该这么想 你的创业点子 有可能做大 嗯嗯嗯 就是长远的 长远的这个发展方向 去想这个计划 是的 那这个 包括什么类型 比如说餐馆呢 按摩院呢 就是这种 可以吗 这种呢 他们已经明确规定 这种是 这种 传统的这个方式 已经不可以了 比如说 我要创业 我开一个 非常新鲜的餐馆 这么就不行 因为你最后 只能开一家餐馆 对对对吧 你要证明 非常大实力 你才可能开 一千家餐馆 对对对对吧 然后按摩院呢 这也是非常难 难扩张的 就是传统的 已经有了的 你就别想了 别想了 对 你可以想 出去想一个 很特别的 你想特别 我觉得这个 还是蛮好的 就是你有一个 好的创业 你就可以凭这个 来拿到 没错 我真的是很好 这个世界是不是非常好 对 我觉得而且这是 可以促使大家去想 去发挥自己的 创造力 对对对 真的很不错 真的很不错 那可能 我们的听众 可能会想问 为什么现在这个 变成这么容易 是什么原因 这个技术移民 现在要80分 75分 或者85分 90分 那为什么 这一内签证 很容易呢 其实是一个问题 就是说 长期以来 澳洲的这个 独立技术移民 申请进来很多人 他是没有做 专职工作的 对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 确实是 很多人学会计 不一定 不做的 他不做 他拿到永久居留之后 他就不做了 对 也就是说 他人才还是缺 对 然后在这个问题 他们做了 还是会认为说 澳洲本地人 你还是抢了我们 低级的工作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 就是说 这种独立技术移民的话 并没有解决 这个移民政策 带来了这些问题 怪不得 他现在有了这种的 就是他想吸引 更加有 就是有其 其次异想的人来进来 有才华的人去来 做这些事情 对 因为有才华进来 创业之后 你有可能出现一件事情 就是你可能公司非常大 然后给了很多工作的机会 没错 这个就是澳洲 希望你来给他创造 你不但给自己找工作 你还给别人创造 因为你是一个创业者 然后你会 制造自己的这个生意 然后你就可以有更多的 就是养活更多的人 对 这个非常大的贡献 不是吗 对对对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澳洲 现在出现这种新的这种签证 是的 今天大家这是很幸运的 竟然可以从Joanna这边 得到这么好的消息 所以那这也是个重磅消息 大家可以 如果有什么需要的 可以直接去联络Joanna 去咨询一下 就是你自己的条件够不够 因为现在 它这个东西 因为比方说你曾经创过业 它是一个抽象的东西 每个人都可以 我现在正在创业 每个人都可以这么说 Joanna也可以 我也可以 每个人都可以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大家可以去咨询它一下 问问自己有没有这个可能 来通过这个签证来申请 是的 那就是我还有一个疑问 也就是说 你这11月份要出来的这个Visa 它是confirm肯定要出的吗 还是忽然间一旦不出怎么办 不是 我们已经收到移民局的信了 然后如果大家有这个疑问的话 我们可以把这封信 移民局的信给大家看一下 主要来说这个事情 那其实它这个签证 本身并不是一个非常新的idea 那么他们已经咨询这个 咨询文件的话 三年前我已经看到它咨询文件 也就是它希望 还是希望一个澳洲 是一个能够创造工作机会 还有一个是 它能够跟科技 全世界监围 澳洲其实在科技方面 你有没有觉得 就是还是很落后 超级落后的 真的 真的超级落后的 是不是很落后 大土 所以它希望国外的 就是它的点子就是 brightest brain 最聪明的大佬 没关系 你没有什么工作经验 你没有很多钱 没有关系 但是希望你来测试这个市场 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 然后它希望 这个创业的气氛很好 这个市对我们澳洲 一个非常大的关系 就是说这个visa 其实像你说三年前 它就已经开始在策划了 也就是说 11月份推出的这个 是肯定要出来的 所以也就是说 这两个市其实是连在一起的 只是现在那个11月份 还没有正式 就是有了通知 但是还没有正式详细的文件 所以你也不能在这 太详细的跟大家说 但是它是一套的 也就是说 先TR 然后再拿PR 这个是两个市 可以串联在一起的 因为我们已经试行一年了 对 好好 那我们接下来再讲一下 就是雇主担保这一项 因为也有观众朋友 就会问说 伊旺如果你碰到 Juana能帮我问一下 这个问题 关于雇主担保 能不能详细 给大家介绍一下 好的 那雇主担保 现在的条件的话呢 就是有两大类 一个就是要求比较高 一个就是要求比较低 那么要求比较高 可能大家都听说过 就是现在这个TSS 它的雇主担保的话 要求雅思要至少五分 然后工作经验 你至少要有三年的 两年的工作经验 然后的话呢 它有两个可能性 一个是你可以拿到永居的 就是你的职业在长期 职业清单上面 是可以永居的 另外一种是不能拿永居的 如果你的职业是在短期 职业清单上 这是第一种情况 那我先解一下 那这个职业清单是里边 包括什么 哪一些你常见的是在里边的呢 对 这个当然就职业清单很多做的 我们就是比如说厨师 这个厨师有两大 一个是大图形的 那么是长期的这个 长期的这个职业清单 厨师或者说 web designer 设计师或者engineer 那个网络设计师 对 然后accountant也是很多 都是经常通过这个来获得雇主担保的 OK 会计都是 这几个是你最常见的 最常多人申请的 是不是 technician 就是很多 我们做的很多职业 就是任何在 ABS上面有看到的 都是我们可以做的 大家都可以去询问一下 因为我们影片是有限的 不可能每一个让他照着多 但是我们基本上 我想问问他都有什么 我自己 我看来是还是需要详细 详谈的 好 那我们下一个讲下一个 所以第二个呢就是 他要求很低 他是 为什么要求很低呢 他对年龄的要求呢 是55周岁以下就可以了 那么亚瑟的话 你每项四分就可以 然后他要求一个就是 雇主他是一个在偏远地区 那么他现在大家可能都有听说 这个就是一个达马的 这个雇主担保的签证 然后因为州政府的话 每个州政府都还是希望大家 去到 不要去到西尼 Melbourne这里来工作 然后希望你们去那些 稍微没有那么中心的地方工作 OK就是年龄在50岁以下 55周岁 55周岁以下 然后亚瑟要到四分 对 然后就没有其他的了 然后你工作经验也是正常 要两年的工作经验 两年工作经验 然后就是但是这个不能拿PR 这个只是过来做 做完就是走 在这种达马是全部 大部分都有PR option 哦都有的 是有的 他可以三年之后可以申请PR 当然他最重要就是 你要达到这个工作机会 嗯嗯嗯 那就是 就是一定要做够这两年 对 才能够 那但是他 但是他在清单上吗 就是需要在清单上吗 这个 他这个职业清单 跟移民局的职业清单不一样 哦 他自己创造了一个职业清单 就是雇主担保这一栏 就达马 有单独的 对 有他自己 就是每一个区 每一个偏远地区 他自己创造一个清单出来 只要你的这个职业在这个清单上面的话 每一个区都不同 都不同 都不同 哦 所以他有点复杂 但是你们可以在下面留言 给Evonne留言 我自己的有建立一个网站 就是 对对 直接上去 下载下来 看一下你的 你的职业有没有在上面 哦 就是你有一些 你的网站上会有这些资料 直接一下载就可以知道 就没错 OK 总结一下 总结一下 因为他太专业了 我再转一下这个 就说 OK 第一个讲的是 你说是比较高级的 但是必须是在清单上的 55岁以下 然后需要工作经验 两年 两年工作 雅思分数在五分 这个是高的 要求高的 对不对 这个要求高的是 对 职业在职业清单上面 然后雅思 那个周岁是45周岁 哦 45周岁 因为你如果不达到45周岁 以后你申请永居会有问题 哦 永居的时候 你必须要45周岁 就是你刚才说的 第一个是45周岁 对 第二个是55周岁 对 然后雅思四分 工作经验两年 然后呢 你必须是在当地 就是偏远地区 当地政府列出来的 那个清单上 如果你在里边的话 你就可以 是的 而且这个是可以申请PR的 这是完全可以的 OK 这就是你刚才说的 这一个难的 一个简单的 对对对 哦 就是一个普通的 一个特殊的 那如果雇主需要拥有什么 可以申请他们呢 雇主其实要求很多人 问雇主是不是要去注册什么 其实都不需要的 雇主不需要证明 因为雇主只要证明 他是在经营生意就好了 当然他最重要一个点 就是说 他是不是确实需要你这个职位 哦 OK 要出证明 我很需要这个职位 我很需要这个 然后我打了广告 我找不到人 然后我找到你 哦 那这个偏远地区的定义是什么呢 偏远地区目前的这个定义呢 是这样子 就是在他的这个清单上面 有跟移民局有签约的这些地方 才有这个agreement 那么这个也是要在我的网站上面看一下 是哪一个地点 我们有很多地点 包括Orana 在New South Wales Orana 他现在是 他自己有一个 也就是说跟移民局 他们有特殊的合同 嗯嗯 这个州政府啊 或者市政府呢 他跟移民局有合同 这些人 OK 那现在就是你们公司是整个澳洲范围之内 你都做吗 还是 对对 我们就是对 我们就是专长在这技术方面的移民签证 OK 那如果就是你们会不会做一个就是桥梁 比方说你能不能有雇主 或者是有这种要移民的人 能给他们拉个线什么的 有没有这样的呢 我们其实有做推荐 在过去时间里有做推荐 OK OK 当然也就是说这个情况是这样子的 因为找工作这个事还是得自己去找 对吧 我们可以拉个桥梁 比如说你如果条件非常好 然后呢我们的统计上面呢 我们数据上面我们有很多好的好的这个老板啊 或者好的这个公司我们会做推荐 但最重要下拍板这个事还是他公司 对对对 最后还要给他工作 因为我的意思是说很多人在国内可能想移民 然后他有这个技能 他也有这个什么 但是他因为不在澳洲 他也没有这边的人际关系 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呢 就是说你第一个是你可以拉线 第二个就是他来之前他得先去找到这个工作 是的 然后和老板谈好了之后 然后再找你也可以 是的 这个点呢我觉得可以给大家一个方向 怎么做 对对对 比如说现在大部分公司找人的话 都是在SEEK上面找 哦SEEK 对 那么你很简单 你这样子 你先到 SE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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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样子 你看一下这个职业呢 是不是在这个DAMA的这个职业清单上面 然后你把职业放在你这个SEEK 然后看看这个区域里面 然后你会找到那家公司 哦 会找到那家公司 哎好主意 好主意 然后你直接给他发简历 在这个过程怎么样子 我们是会在什么阶段上介入 比如说如果公司方面有意愿 你只要跟他说 你可以把我们的信息发给他们 说哎我是有 你可以先不用说跟我签合同 因为还没确定 你说哎 我们有个migration agent 比如Joanna 如果你需要的话 你可以直接联系他 我们有成功的做过好几家 就是他们自己去面试 完了之后把我的信息 然后雇主直接找我 说哎你跟我解释一下 我们需要做什么 嗯嗯嗯 对对对 然后我特别 我们要强调一点 就是我们还会跟 帮助你跟这个雇主 来谈你的工资条件 哦 对 我们会跟他说 你要最低符合这个市场条件 有了一个保障 有个保障 因为我们要确保 你至少能得到呢 跟澳洲本地人一样的工资 对对 不能低于这个 这不单是工资问题 它第一是保障了这个 找工作的人 同时它也等于是给 做工作的人一个 信誉的一个提供 就是他 比方说你说 找中介 中介说 我对这个工人的背景 已经了解透了 所以你的公司 同时也有放心的 去聘请这个人 是的 所以你在中间 是起的一个 两边合十的一个作用 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其实很多确实的 很多雇主 他自己也不知道 他不知道 我该怎么做 或者我有什么能力 所以你的在中间 是很 作用是很大的 对对对 因为后来 我们有几次的话 这个面试 比如说他们是印度人 他们可能 现在在新加坡工作 然后猎头找到他们之后 的话也不确定 那公司 他直接把这个 我的信息给了这个公司 公司直接找我说 他雇主直接找我说 你觉得这个人怎么样 我们说 我觉得这个 我觉得你在本地 你可能会找不到 这样的一个人 所以我会给他一个 encourage 去鼓励雇主的话 聘请你 因为其实 我们如果海外过来的话 他至少 他的工作比较稳定 他至少给你工作三年 这个是肯定的 确实的确实的 而且他很勤快 我们很努力 是的 我在这边 虽然他们有时候 经常西人说 我们占用他们的工作 但是我觉得 西人确实有点懒 对 我们很努力的 这是每个人 他们不是说懒 而是他们每个人的人生目标不同 不同 对 他们挣到钱 他们就要去享受 是的 我们唐人就是 拼命工作 对对对 所以我会鼓励雇主 如果说他有找到 稍微有点想法的话 我会鼓励雇主说 我会代表客户说 鼓励雇主来聘请这个人 给他合适的工资 对对对 然后呢 而且会在工作合同上 我们会检查 你是否符合澳洲的 这个工作的 这个合同标准 所以你能够确保说 然后你至少有一个保障说 这个公司不是骗人的 这个确实存在公司 然后我们也很了解 这个公司的这个背景 我可以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吗 可以可以 那么一个客户呢 是我们南非的一个客户 因为南非他们 就是有access 因为我们中国人 好像比较害怕 去讲中国的样子 先雇主先找到他们 完了之后先联系我们 我们说你们这个雇主 是打算是怎么样子 来聘请他 然后他给我们说 一个公司的范围 当然我跟雇主方面说 你其实应该可以 给他高一点 因为因为他工作经验 真的很好 那么这个南非客户 后来就是 我们先申请一个旅游签证 他过来面试了 面试他们还叫他 当场操作一些事情 然后他们对他非常忙 然后雇主现在是怎么样子 他们 他们出了 律师费 律师费都是雇主来出的 雇主方面的 他自己担保资格 全是雇主那边出的 然后雇主还承包他 入境之后的 三个月的住宿 三个月住宿 然后呢 来回的这个机票 都是他承包的 就是雇员的话 他只要申请 他自己那一块 签证的这个 最后一块的申请 还有他们家的 比如说健康的这样 检查啊 什么就这样 那么这个是非常好的 outcome 对雇员来说 而且雇员刚开始 他这个申请 他不知道这个公司在哪里 他觉得是不是被骗了 对对对 这么好 对对对 然后我们跟他说 就在我们家开车 半个小时的路程 这个公司 那个office 我们都见过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大的 所以他们就是 等于是一个核实 就是保障了双方 对的 那就是在这里提一下 如果有谁 已经在进行这个 雇主担保 在寻找雇主的时候 可以去联系主案 他可以帮你去 两边都给你去核实一下 甚至帮你争取到 一些好的条件 保障你的安全 因为确实一个人 飘洋过海过来 对很多的未来很渺茫 不知道会怎么样 但是有他们的帮助 你就很安心 这点就是很有帮 好 那我们接下来再问一些 比较大众话一点的 大众话 就是我们经常有人说 有的观众朋友 跟我开玩笑 说一望 我没钱没学历 不会英文 我能什么钱照 能来澳洲 那我把这个交给 找安娜来说一下了 什么样都可以 对对对 很多办法 实际上呢 就是澳洲的这个 比如说 伴侣方面的签证 伴侣签证 或者说配偶签证 我们看说法不一样 其实都是一样的 那就是说 实际上 如果你跟澳洲有国籍的 澳洲国籍 或者澳洲永居的人呢 有交往12个月以上 或者说你有注册结婚 或者说你只是注册一个同居的这个关系 你就是可以申请澳洲的这个配偶签证 超过12个月就可以 超过12个月 而且我前两天听到一个学生啊 学生他就是 他好像男朋友在申请 然后呢 就是已经递交上申请了 但是后来呢 他太太 本来他俩就是情侣 小情侣嘛 后来太太也决定 也打算留下来了 他就把自己的名给添上去了 他就是 这个也是属于就是情侣 就是那种签证吗 对 如果说 举个例子来说 如果是主申请人 他是申请一个永久居留 然后只是把他的女朋友 或者男朋友加到他这个申请当中 那他不是一个伴侣签证 这是一个附属签证 哦 这是一个附属签证 就是你就是加上去而已 加上他名字 那他这个 我听他说 那个人也是不需要什么资料什么的 只要超过12个月 同居12个月 可能就可以是吧 是的 因为这个是两款的签证 办理签证申请的这个条件 要稍微高一点 因为你只是依赖于办理 这个签证的这个条款 如果你是附属的签证 那么你其实不需要 这么那么多 哦 就是对对对 就是那个男生 他申请的是技术移民之类的 然后但是 这个只是附属 附加上去的 但他批下来 两个都一起批 都拿到批 对 那个要比 情侣的还简 要比这个 这个配偶签证 还简单 没错 所以现在学生 可以用这个方法 当然是真的情侣 真心相爱 对 真心相爱的 那个更容易啊 就是 如果你的另外一半 在另外一半 再申请这个 独立技术移民 那个算是吧 独立技术移民 然后情侣是可以带上 然后一起批下来 OK 这是一个小插曲 我们再讲这个情侣 这个这个 配偶签证 那么配偶签证呢 就是主申请 就一个申请人呢 然后的话呢 他也如果是 比如说你自己 之前离婚过啊 或者有小孩啊 这种情况下 那么小孩也可以 可以作为 副申请人带进来的 多大 年龄多大呢 年龄只要是 没有超过23周岁就可以了 23周岁以下都可以 23周 但是对方是不是一定要单身 或者是 就是有什么 23岁以下必须是 没有结过婚 对 没错 这个点 或者是读大学 正在读书 有没有这样 就是这样 这个两点 您说的是非常非常对 就是这两点 第一点呢 就是你目前没有结婚 没有自己伴侣 就是你还是依赖于 比如说你妈妈 或者你爸爸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你是一个全职的学生 也就是说 你还是没有独立的 自己的 收入蒙对了 收入你还是 还是啃老的 所以 你需要证明 你是还是啃老就可以 OK 就是23岁以下 就是你还没有独立 你就可以跟着 父母过来 是的 OK OK 好 那还有其他的吗 就是比方说 还有一个我听说 比方说情侣之间 我申请我老婆过来 但是很多人说 哎呀 一定要有怀孕了 才容易批 是这样吗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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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这个可能性 当然怀孕的话 怀孕跟着的签证 没有关系啊 没有关系吗 没有关系 这不算是一个 只能说是如果怀孕了 可能会容易一点 是吧 容易批 也不一定 也不一定吗 原来这是民间传说 民间传说 民间传言 只不过 如果你们两个关系破裂 本来这个情况下 如果正常 如果关系破裂 签证还没有下来 那么 如果 那么你就可能拿不到签证 永居那块拿不到 但是如果你怀孕了 那么你有可能拿到 不管你是 离婚了还是怎么样 你如果有这个人的 这个孩子的话 你是可以直接拿永居的 哦 你看 这也是个点 这也是个点 说到一个关键点了 原来有孩子 还是有这么个好处的 好处 就是在申请当中的时候 因为我知道 申请PR 可能中间要拿 就是 中间要停你几年 要等待 要等待 就是会有一个过桥的签证 BridgeMita A 那多长时间呢 这个过桥 这个过桥签证 主要看 因为它这个 它这个是有两个的 这个 两个的 就是第一个是TR 820 或者309 它本身是一个TR 那么过了两年 申请之后过了 你开始申请PR 也就是说 在等待这个过程中 在PR还没有批处之前 你们的关系 必须要长期持续 但是如果其中你怀孕了的话 就算你们俩分手 或者离婚了 你都依然还是可以拿到TR的 可以直接拿永居的 对 OK 原来这肚子的宝宝 还是能有帮助的 还是可以 有保障的 有保障的 好 那你刚才说过 就是这个配偶签证 要比那个 就是那个技术移民 附带签证要难 它难在哪里 它难在这里 就是第一个呢 是它要证明的这个 它要证明的因素很多 比如说它要证明 你们的经济财政情况 是不是一个共享的财政情况 第二个你要证明 就是有共同account 对对 你要有共同account 或者你共同买房 或者共同租房也行 或者你有共同的 比如说 就是说比如遗嘱啊 你有共同的这个财政方面的这个 这个你要证明 这个要很长时间一个证明 第二个的话 你们是在社交场合里 是一个被共同认可的一个couple 你不能只是你们两个人过小日子 你要参加很多社会的活动 社交活动 第三个的话 就是你要证明说 你们家庭的这个居住的情况 是不是共享了 或者说你们怎么安排 住在一起什么的 对 住在一起呀 家务是什么分配呀 连这个都要问 这个都要问得非常清楚 而且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小事 对 他们有人甚至就问 那衣穿什么 我听有人说 连这个都要问 对他如果是对你有一些的戒心的话的话呢 会挑刺 会挑刺 但我们大部分客人是没有遇到这个情况 从来没有 其实我觉得就是 你要是真的是真心的 你说话 移民官可以感受到你是真假 然后他就怀疑到他会刁难你这样的 对 那我在这里问一个敏感的问题啊 因为我知道在澳洲已经刚刚通过了这个同性恋 对 同性这个婚姻 移民合法 对 那你能不能讲一下这方面呢 那么因为澳洲通通过了这个同性的这个 这个 婚姻合法 也就是说 不管你 如果你的伴侣是同性的 那么这个要求跟异性的这个是一模一样的 没有任何区别 然后他你也可以注册两个 一个是结婚的注册 第二个的话 你是可以同居证明的注册 那么这两个当然要求它是不一样 这个婚姻的注册可能会复杂一点 因为你又要cooling off时间 还有你需要一个witness 过来过来给你签名啊 对就证人对 证人呢 这样子就是手续上你需要复杂一点 但是同居的证明它要简单得多 只要你们两个人填好表格 你证明一下就可以了 嗯 OK 那就是在澳洲现在登记结婚 同性结婚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没有问题 就直接就直接去 直接去的就可以 OKOK 双方出事单身证明 然后就可以结婚了 是的 哦 对 因为那这个方面你有没有接触过呢 非常多 而且我们接触了 要不要听一个非常复杂的 听得到很有兴趣 这个完全没有问题 我们其实有一些客户 有一个客户的话 他并不是说 刚开始他是有自己的丈夫的 比如说女生请人 他有丈夫 然后但是他之前的婚姻 他不是非常愉快 然后的话呢 他下一任的 下一任的他的伴侣是同性的 那么这个我们也申请到了 哇 那这个 这个是比较复杂的 对对 因为对方会怀疑嘛 你之前明明是喜欢男人 怎么后来会 忽然喜欢女人 对 所以这个案子是会 花的时间和功夫呢 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会 我们是做一个东西是 把一个人的profile 我们要非常非常了解 了解到你们家所有的情史 所有的都要清楚 然后呢 我们是就是 能够给移民局这个感觉 就是说这个客人呢 现在这个状态 也是他正常的状态 那么他 就需要什么心理医生之类的 证明之类的这样东西吗 对不需要 不需要 不需要 那他怎么证明 就是你现在怎么忽然间 同一个 那个 变成一个这样的 其实我们 我们对这个是有误区的 也就是说我们认为说 比如说这个性取向这个事情 是 你喜欢怎么样 就是怎么样 但其实有很多的 很多人他有 他可能并不是一个 比如说 同性或者异性恋 他可能是双性恋 那么有可能说 他下一任的是 是男性恋 这个并没有返害他 比如说寻找他自己所爱的人 对 过上他自己想过的生活 每一个年龄层 他需要的东西不一样 没错 就要说两个人相爱 他不是男女 而是两个灵魂的相爱 是是是 对 这问题是怎么样 移民局能理解这个东西 移民局要理解 这个是我们 我们下的功夫 就是你们已经办下来了 这个 对对对 这个比较有趣 比较难 这个不错 真的是挺好的 因为这也是一个渠道 因为很多人 在我知道亚洲国家 非常难接受 就是同性结婚 这个 因为很困难 对对 但是澳洲已经通过了 所以你们完全是可以通过这个来做 就是那 对 就是配偶就是单独 就是一方是PR和有国籍的 就可以申请 对吧 是 而且如果是你是新西兰的 国籍的人 你也可以在这里申请 永居 就是那容不容易 新西兰的 可能 很简单 很简单 一个非常有意思的 其实新西兰去 前两年的话 他们通过了一个 就是新西兰 如果是你这个新西兰的人 在澳洲的话呢 有工作五年 然后基本工资就是五万五 这样子的话呢 那么你是可以申请永居的 然后他的配偶呢 他或者说他女朋友男朋友 这样子 他的配偶呢 可以就好像独立技术移民 这个方式 直接带过来 直接带过来就可以 那对啊 因为他要工作五年 那就等于是类似于 独立技术移民这样的 他就是独立技术移民的 这个情况 对对对 太聪明了 你不想说的太好了 他真的就是独立技术移民 189这个类别 OKOK 但是容易很多 容易非常多 对对对 这就是很多人呢 他们会先移民去新西兰 然后再过来 这是一个办法 对但是他们很多人 现在新西兰也不容易 就是很难 很难啊 也很难 对对 现在呢 我们讲了已经挺多 各种各样签证 那如果是 就是你还有什么特别的签证 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 对特别签证 就是有一款的话呢 大家可能都不知道说 如果有的时候 只是打乒乓球 然后我参加试比赛 审比赛 然后获奖 这些人系也是可以 直接拿澳洲勇居的 哦 那那这个 你说获奖那个级别 到什么程度呢 是不是一定要国家级那种呢 这个是很有趣 不需要 真的 对 那那怎么 那就是你说 区级和市级都可以 不一定是什么区级 最重要一点 你是不是对澳洲有贡献 有可能会对澳洲有贡献 哦 比如说如果你说 你是个滑雪高手 嗯 你在澳洲可以吗 嗯啊 那也是 那也是是吧 就是说这个这个 你这个职业 你是不一定是国际级的 但是你这个专业 比如说你是一个乒乓球高手 或者网球高手 或者什么高手 那么来澳洲之后 你会对我们的社区 你会不会代表澳洲 取得国际名次 或者你会不会培养 澳洲的国际人才 哦 做老师什么的 对对对 那但是你需要 先出示这个工作证明吗 就是说我会做这一行 这个东西吗 是你需要有获奖证明 哦 不是 因为获奖证明 是我们在中国 可能已经有了的 那我是说需要 就是像雇主担保那样的 就是我已经能在澳洲 找工作了 需要出示这个证明 不需要 其实是这样 这个过程是这样 首先你当然是一个 或者是一个获奖人士 比如说你像棋下得很好 或者像棋的这个比赛 那么你需要证明 就是你在这个行业 确实是有获奖证明次 很棒的 然后第二个证明 就是你这个像棋的机构 给你这样一个背书 哦 一个证明 对对 那么这个过程 当然是我们是会 跟这个机构来洽谈这个事情 哎 我后人想到 那歌星演员算不算了 歌星演员你看 或者什么比赛啊 哦 一定要获奖才可以 如果是 小演员不行 对 你要是高 那这样子的话 你都不需要来我们澳洲了 是吧 你可能早就 早就非常好了 那有很多很多的项目 你们可能都没有想过 我觉得 稍微有这个方面的这个人 应该 应该给我们联系一下 我们会看一下 你有没有可能性 对对 虽然我感觉也扯远了 但是呢 我觉得还是 我们可以帮到 各种各样类型的人 就是你要觉得 你是适合这个的 你就联系 因为他在这方面 非常有经验 那我今天也只是表皮上的一些 我认为疑问 或者是观众朋友 想问的问题 所以只是问 可能也会漏掉 某一些重要的资讯 所以大家呢 我会把他的这个 YouTube的地址 他的公司的名字 他的联络方式 全部写在视频下方 那个说明那一栏里边 所以大家如果找他 直接去联络他 直接联络他 好的 好那今天呢 就讲到这里 非常荣幸的 邀请到你过来 谢谢你 你还有什么建议 给大家的吗 就是想移民的人 我觉得最重要的建议就是 千万要找一个有注册的 就是因为这样子的话 你不容易被骗 还有 注册的移民中介 对 你要找注册移民中介 这样子的话 如果你有什么不开心 或者什么 你是可以投诉的 那么千万不要找那些 好像野鸡啊 或者说没有注册的 然后随便就是问一下 那样子的话 我觉得还是风险比较大 对 因为他所谓这个 没有注册 可能就是我们有的人 就觉得 哎呀 这个东西很容易 不就填个表格吗 就是说有的人 会自己找个人 随便会英文 就给它填上了 但是其实里边 类似看上去 好像表格高 但是确实里边 会有一些细节的东西 会影响到你的这个签证 所以主要是说 最好还是找一些 专业的比较好 这点钱不能省 真的不能省 因为这是 我觉得是一件大事 确实 确实 好 那今天就到这里了 结束了 谢谢大家观看 记得帮我点赞 分享 还有订阅他的频道 请点赞 好